现在我来介绍 隐含数的微分 什么是隐含数呢 隐含数就是说 我们把x跟y 把它写在一起 变成一个方程式的形态 就像这样的形态 我们就称为隐含数 那么我们原来的话 要算它的微分 就是dx或者是f'x 那么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们先用的是 用全微分 来我们对它全微分 把这个当作y来看 来我们看看全微分公式 这个是对f全微分 因为这是xy 我们这个地方把它变y了 这边是partial f partial x 这是乘上dx 就是partial f partial y dy 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f本身来说 我们这边写的是 constant是一个c 所以我们对它全微分 这是0 来我们把它写成0形态 好 现在这个变0了 那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微分最重要的 就要算dy dx 现在的话我们要算的是 上面dy下面dx 我们就用一个移向的方式移过来 然后再把它解出来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这个地方 dy dx 我们这边把它除过来之后 这边移向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用一个简写的方式 大f这边写一个小x 指的是partial f partial x 这是对x偏微 这是对y来偏微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隐含数的微分公式 这就是我们的f'x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 现在我们来算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这是一个隐含数 那么怎么样来算 dy dx呢 我们就可以带刚刚的那个公式了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假设为一个 f of xy 这个地方是等于10 我们等于0也没关系 这个地方都无所谓 我们就直接算一下 等于多少呢 负的 对x来偏微 这个地方是 上面是x 下面是fy 等于负的 对x偏微是多少 对x的偏微是 2x 这个对x偏微是 加y 这个地方没有了 来猜看看 对y来偏微呢 对y偏微这个地方没有了 这是x 加上 2y 这就是我们隐含数的微分公式的方法 那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万一我忘记了怎么办呢 各位同学没有关系 我们利用前面所教的连锁率 一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 来我们来看看方法二 连锁率 连锁率告诉我们说 y跟x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假设成一个相关的变数 所以我们直接对x来微分 来我们看一下 微分 这个方法是用连锁率的方法 用圈如何的方法 我们一样可以得出一样的结果 现在我们来微分的时候是 2x 这个怎么微分 这是相乘的了 这个就不再是偏微分了 我们要采用的是相乘是怎么 前面微分 后面就不要微 前面微分 后面不微分 加上前面不微分 前面不微分是照抄 后面微分呢 y的微分叫做y' 这个微分呢 y平方的微分是 2y乘上y' 10的微分呢 等于0 好 现在y'的话呢 指的就是 dy dx 所以我们把这个 集中起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几个 几个y'呢 有x加2y个 y' 这个把它移到 最右边去 等于负的 2x加y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之后 y'就算出来了 是负的 这边放在分母 x加2y 这边是2x加y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答案一不一样呢 答案是一样的 隐含数的微分公式 跟我们的连锁率 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